一百秒的黄金时光 绽放自我 金子般的追梦精神 闪耀舞台 他们有着相同的坚定信念 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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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会发光的 总是发光的 总会发光 每周日晚七点半 梦金园黄金一百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灯光已耍亮 音乐又呼响 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 放开了灿亮 放纵了想象 这一刻让我紧紧张扬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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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万春金9999领装品牌梦剧园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 给自己的梦想留一段影像吧 真实的影像 哪怕只有一百秒 这是我们节目唯一能为您做的 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部手机 让自己的手机扫描吧 请拿出手机对准屏幕右下角扫描我们的二维码预测 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 预测证据的话将会获得精美奖品 只要你在家里排练好了一百秒 你觉得足以打动现场观众的节目 欢迎您报名参与 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迎来了八位追梦者 让我们祝他们好运 加油 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丁娜 欢迎丁娜 你好 你好 我爱国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叫丁娜 今年十八岁 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然后我的爸爸是俄罗斯人 妈妈是中国人 哦 怪不得 惠雪儿 对 那俄罗斯你有去过吗 当然啊 我放假就回去 然后我是在这边生活和上学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受我妈妈的影响 而且你今天的这身打扮很有意思 有点像一个影视剧里面的什么造型 一瓶 对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电视剧 它也是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一个重要的图像 对 然后我非常喜欢情深水雨萌萌里的一瓶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点相像之处 为什么报名参加黄金一百秒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我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我学的是新闻传播 但我想当一个出色的主持人 而特别是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我今年十八岁 然后我想来到这里 我就是想请了两位主持人哥哥来当我的嘉宾 我来客串一下主持人 我们来圆一下他的梦 好啊 我们是最会配合的嘉宾了 好 你又给设计一个什么情节或者什么节目吗 你可以起个名字 那我主持的节目 当然是以我的男主命名的了 丁娜有约 丁娜有约 来 现在进入丁娜有约 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丁娜有约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丁娜 今天呢 我们谈很有幸地请到了两位著名的主持人 来自中央电视台 那说起黄金一百秒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 没错 就是杨帆哥哥和嘉宾哥哥 欢迎两位 我们已经赛场了 好 很高兴 很高兴来到地纳有约 你好 好 那我大家都知道 黄金一百秒呢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节目 很受大家的欢迎 那这个呢 一定是归功于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那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对彼此的评价的话 你们会用什么词呢 首先杨帆哥哥 我来评价家明哥 对吧 对一个词 然后要说原因 我想用两个字 一个词 胸掌 很多人说家明是杨帆的搭档 我觉得不准确 用胸掌更合适 在舞台上 家明哥可以很包容我 可以很拖着我 下了节目之后 包括很多业务上的生活上的 家明哥对于我很多很多的关照 所以我也一直特别想找一个机会 正式的感谢一下家明哥 所以今天我想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我改口叫大哥行吗 大哥 请受武松一拜 所以我还是了解他 你不到最后 你一定要绷着 我也忍了半天 那其次是家明哥哥 来评价一下杨帆哥 两个字 变态 我起码我前面还很正式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访谈节目 我非常严肃的是变态 变态的反应词是什么 是常态 杨帆事实上在舞台上的表现 和生活中的他完全是两样 他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安静的 而且比较细心的 他现在也刚刚当爸爸 我们知道他照顾媳妇 照顾孩子都非常的细心 而且生活中非常的安静 所以他在舞台上的这种 疯狂的举动 是非常态的 常态发生变化 就是变态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观众 又学到一个新词了 这跟普通人不一样 就是变态 从今以后我重新定义了一下变态这个词 我以为你从今以后就不准备当主持人了 不会 梦想还是要有的 来 那谢谢两位 那今天的丁娜有约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来掌声赞给丁娜 才18岁啊 有点为难 准备好了吗 丁娜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黄金100秒属于你 计时 开始 小圆家 你干嘛 像个傻瓜 我问话 为什么 你不回答 你说过 爱着我 是真是假 说清楚 就明白 不许装傻 小圆家 听了话 哎呀 哎呀 大大的眼 看着我 叫巴叫巴 记得我 掉转头 不如回家 小圆家 拉着我 这三首旁 很像天 很像地 很像圆家 想着你 盼着你 心来如梦 千句话 千句话 万句话 后头打架 谁知道 见到了你 只会把傻 小圆家 听了话 哎呀 哎呀 大大大眼 看着我 再巴叫巴 记得我 掉转头 不如回家 这样 小圆家 挖住了我 小圆家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严小乐 欢迎小乐 你好 你好 小乐有活力 而且这一身打扮也有实力 没错 自我介绍一下 你应该是 大家好 我叫严小乐 今年24岁 来自辽宁大连 你应该是武林中人吧 对 我 现在是在哪里 现在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的 在读研究生 那你的这个武术是在 从小自己学习的 对对对 从小就练习武术 然后本科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 也就是武术专业 既然是武林同道中人 请为严女侠 你主攻哪个方向呢 什么套路 杨大侠语气都变了 哪一派系 我今天先带来一段通臂拳吧 什么 通臂拳 通臂拳 小乐 郑重下怀 没错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位选手吗 对啊 通州吗 在这苦练通臂拳 说是通臂拳的多少代传人 在这个舞台上 我是他的唯一传承人 由大屏幕为证 一起来看视频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的 通辈神拳齐人 叫通辈拳的一条披山 帮我拿一下 就是日常生活中 就说您 向您学最合适 路见不平的时候 我吓唬坏人 师傅 点到为止 我结婚之后再练 这这门功夫 我不知道原来女侠也可以练 是吗 对对对 那我们歇搓一下 对 歇搓一下 那我先来 没有 你先来 我也拿话筒 杨某 这箱有礼了 嗓烟倒是挺大 好 你这是活血话语 这是练葵花宝典 我整个懵圈了 对啊 小乐已经晕了 小乐是从小是练通辟拳 对 从小练通辟拳 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这通辟不一样吗 差距有点大 刚才杨帆那是盗版 发现没有 他跟我打的地方不一样 他浑身 不是 这个 这也是通辟拳吗 对 也是通辟拳 不过 不过 我看 樊兄练的 也非常 有一定的 那个优势 比如像您 主持人吧 气息就特别好 我觉得你就可以 从气上下手 比如我们武术 也讲究这个精气神 就比如在我们武术 对打的时候吧 我们会喊 比如说 就是用气 用气势 吓到对手 声音就有震撼力 对 你们也要训练吗 肯定是要练过之后 才能更有气势 这个你可以学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遇见一群坏人 一声喊 对 不要啊 你们是要比试一下吗 对 对 我们要互相切磋一下 杨帆平时在街上 擅长的是对骂 就比如在咱们俩对练嘛 对吧 我们现在就用喊声 吓到对方 只喊不真打 好 杨帆你是主持人啊 别丢 别给我们主持人丢脸啊 好 来呀 打的 喊回来 赶紧进攻了 这个不好切磋呀 不是一个门派的呀 你觉得他是哪一类 灵长类是吗 你系统一点 比如说哪个功夫 用什么样的喊法 人家是用气息 比如说男拳 就会在拳术里面就会发音 比如说 比如说胡找的时候 就会发 虎 虎就是 虎 你那是猫 虎 这是虎 虎 还有呢 还有 比如男拳里边呢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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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算了 我们 我们进入聊天环节吧 为什么来黄金100秒 因为我从小习武 而且我很因为比赛的原因很少回家 然后我爷爷 我一回家我爷爷就看黄金100秒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黄金100秒挑战一下 你说有几年没回家过年了 我最多是三年没有回家过过年 为什么呢 你是学生啊 应该有假期啊 对 因为我是专业的武术运动员 因为过年的时候离我们的预赛的时间非常近 所以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能放假 要训练 对对对 要训练 我们延后就要参加比赛了 对对对 那跟看电视的爷爷说几句话 爷爷 你看见我了吗 虽然很少能回家 但是我很想您和奶奶 这个时候这几身 包括这点眼泪 姑娘的那个柔情就出来了 没错 无论武艺多强还是姑娘 准备好了吗 小乐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小乐准备好了吗 黄金100秒属于你 计时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赌特匙 太狠了 没错 他的动物真的有一种震撼力 震慑力 震慑力 他的这个专注 心里透出来的震慑力 他的眼睛都有杀伤力 挑战成功 祝贺颜小乐 梁潘 咱们来个有震撼力的颁奖仪式怎么样 好 就这个效果 我来颁 你来吼 请介绍我们的黄金项链 再说一句 参见 加油小乐 继续加油 有空偿回家看看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我叫胡逸春 来自山东 来自山东锦宁 家里开了一个早点铺 每天早上是我最忙碌的时候 但我从来不觉得累 因为我有一个叫做音乐的朋友 掌声有品 胡逸春 吃饺子了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胡逸春 我叫胡逸春 来自山东省锦宁市安吉镇湖厂村 我今年23岁 我是卖早点的 这个早点很特别 这是锦宁 这个叫做烫面饺 烫面饺 对 烫面饺 烫面饺 你洗手了吗 猪肉 芹菜的 对不对 那个纯猪肉的 这个猪肉都是特别好的肉 然后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就是不一样 比较健康 吃了以后强身健体 好 很健壮 接下来替我打包 人说是给我的 但是你今年多大 今年23岁 23岁 那应该刚刚大学毕业吧 没有 我是那个15岁的时候就辍学了 因为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嘛 也没有钱上学 然后16岁我就去当兵了 当了五年兵 当兵回来以后呢 当了什么兵 文艺兵 特招的文艺兵 对 退了五之后呢 因为妈妈身体不好 然后我就在我家早点摊上 卖早点陪着妈妈 因为妈妈不能干正活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是带着梦想来的 我想站在大舞台上唱歌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去过 哪个远的地方 我想通过唱歌 能够带着妈妈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妈妈今天来现场了吗 今天妈妈有来 在哪里 给我们挥挥手 来 我们看 把胡妈妈请到我们现场 来 阿姨 您好 来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您说 您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把我心里话说出来 今天 女儿上这个汤 就是这个 花年一遍了嘛 所以 你那个叫滚军 暂时暂时 叫她走出去 现在这个早点摊就是女儿帮您忙吗 对对对 早点给我干活 我聊不好 你见农院不能干这种活 那阿姨您没有想过 那女儿在大舞台一唱唱火了唱红了 就到全国演出了 您这早点摊怎么办呢 我那早点 我那里干 慢慢干嘛 我希望滚军从这个 您希望 从这个大舞台走出去 您希望她走上大舞台 那时候 小时候家庭是不好的 都冲 如果哥哥 你弄成说实话 总得不知恰 整个恰 给哥哥盖房子去世 我拜她就挡住了 你还有一个哥哥 嗯 对 所以钱是 要考虑到哥哥盖房 去媳妇 对 就拜她挡住了 你自己心里面还是觉得 亏欠他 这亏欠 对 那您鼓励鼓励 鼓励女儿 哎 女儿 你好好唱 妈妈用的 支持你 妈妈在 在不然呢 在什么 不是 挣一天 或者你在 在学王 都 比的越高 越好 越远 什么怪的 啊 不说话 您说的很好 您说的很好 一春 您有什么话 你还有什么话 对妈妈说 其实我一直都特别能体谅爸妈的辛苦 爸妈就是每天这么年纪大了身上攒下了那么多病 每天都是三点半起床 我特别心疼 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也是经常用的偷偷的自己哭 因为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受点苦没有什么 我就想一直努力早点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来 胡怡春 发自内心的歌声 一百秒属于你 计时 开始 生命就像 一条大河 时而宁静 时而疯狂 现实就像 一把枷锁把我困住 无法挣脱 这迷洋的生活风里如刀 一次次将我重伤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 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空空也要哭哨 穿脱怀抱 我要飞得更高 好高啊 挑战成功 就是胡怡辰 最后一季飞得太高了 飞出大气层了 前90秒都是铺垫 最后来了一个将近10秒的高音 所以说能够看出来 他真的期待这个舞台 做了很多的准备 带上他 继续向前走 追逐你的梦想 加油 谢谢 飞得更高 谢谢 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ISB 新闻 经过长期的新闻题 声乐和舞蹈的维持 我们决定参加 黄金100秒 我们希望在这里 接受大家的检验 掌声有请 SASTER组合 欢迎五位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来 五位小朋友 跟电视机 跟观众们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嘉明哥哥好 杨芳哥哥好 现场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们 大家好 我们是 SISB 我是乖巧 董事 然后是安静 蛇好动的队长 紫纯 很高兴见到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外形 逾姐 内心很二 表里不一的曼琪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拥有一双 笑眼 再加上一个大兔牙的 张金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眼睛会放电的秀 有什么人 大家好 我是指蒙不呆 有反应慢慢拍游戏 很聪明的林又宜 欢迎五位 谢谢 对象来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组合好吗 好 我们组合叫Sister 就是由Sister Princess的英文缩写 是妹妹公主的意思 你觉得你们这个组合要立足于中国歌坛 你们自己最大的优势 或者说是个性在哪里 我们组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有默契 有默契 对 怎么是亲姐妹吗 没有 因为我们经常住在一起 天天住在一起 你们现在就要住在一起 相惜相处 然后所以我们平常除了排练以外呢 也会玩一些 也会玩一些培养默契的小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要玩一下吗 那你们体现默契的游戏是什么呢 经常玩一个叫什么 歌词接龙的游戏 跟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一起玩 我们先示范一遍 然后玩之前呢 要咚咚咚咚咚来打起 咚咚咚咚 对 准备好了 开始 咚咚咚咚 如果感到幸福 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 就快快拍拍手 看到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跟喝酒过期 那个游戏差不多吗 来 杨范 你觉得要一起去玩 刚才一起来玩 杨范哥哥来玩吧 杨范在中间就可以了 好 不来玩玩 然后现场的叔叔阿姨 也跟我们一起配合一下好吗 我们拍手的时候 你们也跟我一起拍手 来吧 拜 提 当当当当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你拍手干嘛 我不拍手吗 他拍手 你 快拍拍手 那个你 如果你吗 看到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对不起 输了要接受惩罚 作为惩罚 那行我喝一杯 你们每个人在他脸上拍拍手 但是这个 虽然是一个小游戏 我觉得特别好 既可以增进姐妹们的感情 其实还跟音乐有关 对不对 还在练习音准 但是做了这个游戏之后 其实杨帆哥哥更伤感了 生不逢时 我不能加入你们了 没事 因为我是个男的 因为其实我们CISPA今天上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二首新歌 叫毕业舞会 也准备要 正在筹备中 正在招募一位优秀的男主角 要拍MV是吗 对 我们的男主角的条件是 身高要有1米8以上 然后要长得真帅的 又有气质 而且要很会演戏 你们完全就按照杨帆的标准比赛 才要会开手 对不对 对 开手 男主角在这个MV里面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的情节 那我们来 要不要试一下戏呢 是一个 是爱情戏还是 感情戏 感情 对 要不要试一下 那么小 跟谁 秀业啊 也行 那我给你们讲一下剧情吧 好 是在毕业舞会结束以后 你要送秀丫回家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 你就很想向她表白 你已经暗恋她很久了 然后你就各种不好意思 然后在很危急的情况下 一辆车开过来了 然后你就推开了秀丫 啊 自己就被撞倒了 然后秀丫就扶着你 啊 杨帆哥哥 杨帆哥哥 这时候你就要用你生命中 最后一口气 向秀丫表白 要演一下吧 就一句台词啊 没有啊 还是人生中最后一句台词 是吧 那你就答应了啊 试一下 其实这种大爱 才是无疆的 对不对 来 那我们得从头开始吧 你们还得 你还得通话回家呢 对 你要害羞啊 叫秀丫 那这样 中途我们来一个音效啊 就是那个碰撞的音效 然后戏要往下演啊 音乐可以稍微舒缓一点啊 你还没表白 你全别人手干嘛 没表白的呢 对 你要准备表白 好 来 来 开始 秀丫 走 那月亮底下就我家了 他们俩这戏站在马路中间了 要退让吗 你需要跟我回家吗 你先到我家去呗 我妈在家呢 音效 车已经来了 车 有车 我修 啊 我修 你说个话 你说话了 你怎么不说话 你掐我脖子了 你想说说不出来了 入戏入戏啊 秀我想火快不行了 我我临走之前有句话想对你说 你说吧 其实我一直想带你去我家见见我妈 但我没有这个勇气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能答应我吗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早评设 你答应我吗 我考虑一下 你也不答应我我就死给你看 我想一下 不好吧 我就开一个自行车有必要吗 真是的 你怎么不早说是自行车呢 二八的 怎么样 把掌声送给杨范哥哥吧 不论演得怎么样 至少这种投入和敬业的精神 你看了我眼泪都出来了 好 这事咱们就下去签一下合同 好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CISPER组合 在上台之前呢 我还想有几句话要说 是对我说吗 不是 你就对着镜头说 还要对你说还会开辆车来 我想对我的家人说 就是因为我知道一开始我的家人 他们就不同意我的这个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我不能把兴趣当成我的事业嘛 但偏偏我又非常的热爱唱歌 热爱跳舞 然后非常喜欢这个舞台 所以我父母都是不太赞同的 但是呢 今天我想通过这个舞台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 然后看到我的姐妹们 看我的CISPER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我 然后我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也请你们相信我 相信我的团队 团队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会很努力 也可以做得更好的 离家在外 然后很 也是很少 我们能回家 然后少了家里面的温暖 但是在这个团队中 姐妹们都非常关心和帮助照顾我们 然后 有你们 真好 希望各位师叔 阿姨 哥哥姐姐们 能够喜欢我们的表演 然后呢 希望我们会继续努力 往我们一共同的目标 一起勇敢地走下去 我们也会好好地 从前天向上的 没错 相对于你们同龄人来说 你们确实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这条路当然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荣誉 但是也就意味着这条路走的会比其他路更艰辛 但我相信这个选择是发自你们内心的 既然选择了 姐妹们就要抱团 相互帮助 向前走 好不好 你们是幸福的 因为在追梦的道路上 有好姐妹相伴 对不对 对 而且就算有车开过来 也会撞她 你们别担心 对啊 在家里抱个平安 我挺好的 好好擦干眼泪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准备好了吗 C-SPRS组合 准备好了 黄金100秒属于你们 计时开始 C-SPRS组合 你想要抱 抱 我只好跳 跳 转移目标 表 说什么也不乖乖的 变 到 爱情棒飘 飘 剪照 彩照 照 说什么也不乖乖的 所以照 两张勾引我跌倒 小心 我会跑 谁不知道 越容易得到 越容易无聊 我只好忘掉 忘掉心感的微笑 别对你心跳 就让你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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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哭了相告 不要不要 乱七八糟 你高不高 也别宽扰 乖乖很好 说好不好 我说不要 不是不要 有时不敲 有时变造 时间还早 世事难料 也搞不好 好好 又要 要 给你喜好 好 全共达到 挑战成功 这个教授到底挺适合他们的 希望你们成为那颗最闪亮的星星 谢谢 加油 掌声送给FIPER组合 来 谢谢 继续加油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已在 哪里 掌声有请刘敬蕾 欢迎敬蕾 你好 来 现场的师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很有力 很有力量 我是来自河战省浦阳市西白草马馆村的刘敬蕾 我今年18岁 谢谢 你现在是一位 杂技演员 哪方面 平衡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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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馆 那是一个很传统的杂技项目 是的 要在前台热热身吗 来的 上道具 来 进来 道具已经上来了 18岁真是 生龙活虎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我喜欢他的小动作 很帅 没错 这有点嘻哈的感觉 有点街舞的感觉 没错 平衡 平衡 哇 厉害厉害 有点太恐怖的感觉 单脚 自己看出了身体的平衡能力极强 还有 啊 还有跳绳吗 这个怎么看 哇 他要在宽馆上面 跳绳 哇 厉害 太难了 别动 还有更难的 什么意思 要反跳吗 哇 棒棒棒 掌声送给刘静磊 而且很干练啊 很帅 还有内容啊 你要不要教教杨帆哥哥玩一玩 不不不 你退了 你在地上 有兴趣吗 没兴趣 没事 我还是拍戏吧 他还不忘这个亮相啊 重心往那边走 自己找 两个自己找 找平衡 站开一点 其实你慢慢 不着急 你慢慢可以找到这个平衡 亮相是最专业的啊 这是杨帆的魅力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只是 这么多年吧 我从六岁学杂技 我母亲现在想 就是感觉我学杂技 是个青春饭 不想让我干这行 我一直坚持这条道路 今天能来到咱们这个是黄金一百秒 我也是向母亲证明一下 我在外面演出 是干正事的 谢谢 没错 学会做人 学会做事 是的 祝你成功 谢谢 来 你可以喊口号了 是金子 总是发光的 挺好 挺好 总是发光的 也挺好 总是发光的金子 才是真金 是的 总是发光的金子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属于你 计时 开始 他的动作很干脆 很潇荡 对 要这么玩 接高 他自己还打着节奏 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他的这种帅着就来自于他的干脆 一定没少看我的节目 哇 一二三四五 而且这个方向是不一样了 三百六十度 一二三四五 这上去就很难啊 我们从世界上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啊 能站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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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会生命的 我会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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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这个金项链 怎么来安排他 来 拿着他 送给我的妈妈 对妈妈 拿着是一个项链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妈妈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我常年在外地 也赔不了 也赔不了你妈妈 儿子在家 经常因为一些工作事情 跟你吵架 闹矛盾 是 是累了以前不懂事 对不起妈妈 不管怎么样啊 信蕾 不管将来做什么 不要改你身上 最有魅力的这个本色 加油 掌声送给刘锦雷 谢谢嘉宁老师 谢谢杨范老师 继续加油 你现在跟他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吴浩华 杨范快迎接一下你的女神 真好 两位男神 你们好 真的今天见到两位黄金宝贝 真的太激动了 黄金宝贝 谁宝谁贝 你身上贴的都是你的荣誉吗 没错 我是获得了2013年城市旅游小姐世界年度冠军总决赛的全球旅游推广大使 我的名字叫做吴浩华 是一名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 主的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这个比赛呢 是我大四的时候参加的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女生 在网络上会搜索很多的旅游资讯 然后呢就找到了这个比赛 觉得参加这个比赛的前后 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我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 有一个环节我特别喜欢 什么环节 就是机智问答环节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环节是台上的选手 唯一一个和台下评委互动的一个环节 而且可以说我已经爱上这个环节了 说明他心理素质相当好 一般选手是比较怕这个环节的 因为这个环节分值高 没错 当然我来听一听 既然你说你的即兴应变能力很强 那我们就随便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我觉得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提问 现在是答记者问环节 好 那我先问一个啊 小吴 那如果一会儿呢挑战失败了 有N种淘汰方式 你最喜欢哪一个 其实我都喜欢 我一对个说吧 比如说 如果我被猪八戒给背下去 起码我是个美女啊 说明猪八戒想娶我 虽然我不乐意啊 然后第二个 如果是喷火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挺冷的 待会儿喷火让我暖和点 还有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 这个火一上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它是预示着我 未来会更加的红火 还有一个是掉陷阱 如果是掉陷阱的话 虽然不太雅观 但是我觉得 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人 只有处在低谷的时候 不管往哪走 都是往上的 好 人没有完美的 我觉得 你不完美在哪里 不完美 你不完美在哪里 其实美 根据每个人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你的定义是什么 美不仅仅来自外表 更来自内心 你的 我觉得一个女人的美 不会随着 不会随着年龄的流失 而逐渐的消退 我想谈谈你 你来说说自己的美 而不是女人的美 等我说完吗 我是评委可以提问 好的 等我说完 我就觉得 岁月会让一个 有思想的灵魂 变得越来越动人 我觉得我不够完美的地方 就是可能是我现在 还没有 就是足够的成熟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会更加有女人味 这就是我逐渐变完美 什么是女人味 对人家好凶 其实女人味就是 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 会变得越来有思想 越来越有思想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女人味 最后一个问题 你能给大家举一个例 讲一个故事 你曾经做过的一件 你觉得不完美的事情 现在想来都有遗憾的 我从小到大 特别热爱舞台 但是可能 我父母一直都不太喜欢 让我就是干这一行吧 可能就是说 他说你以后 找个稳定的工作多好啊 但是现在了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真的女人老得很快 我有的时候会发现 真的如果不站在舞台上的话 我可能以后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 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遗憾呢 遗憾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开始 我没有就是一直追寻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的舞台 就是给自己一个圆梦的机会 因为黄金一百秒 时间真的很宝贵 寸金难买寸光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感觉好热呀 其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来总结一下 其实刚才 无论是我在采访你 还是嘉明哥在采访你 整个的对答 我认为只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非常真诚的 对 说到自己了 没错 说自己 说实话 真诚的表达 我觉得那是让你最美丽的地方 不完美其实就是 完美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下黄金舞台 来 掌声有请 吴浩华 黄金一百秒 属于你 计时 开始 你是 EVE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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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是要 把握 你的美 With me 你是 EVE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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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随地 全有 你的美 我的身材不好也不算是太坏 有时 腼腆有时也会变高姿态 聪明很帅 闪闪热的爱 我会欣赏的人要被淘汰 就要简单轻松的姿态 美丽随心所欲不在 是小型相怪 又不是比赛 我要的精彩就是我现在 EVE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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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被猪八戒给背下去 起码我是个美女啊 美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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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真的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钟义曼 欢迎义曼 你好 姐姐好 漂亮的女选手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钟义曼 今年23岁 我现在是一名半职业的演员 你刚才说半专业的演员 什么意思 对 就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表演出身 然后但是呢 我现在属于也走上了喜剧表演 这条道路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 今年在春晚上有 很精彩演出的贾琳老师 哦 贾琳 很多人喜欢的 对 但是要是对于漂亮 亮丽的这样的形象演 喜剧做谐星会不会很难 我抓住了喜剧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 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对 三大要素 请赐教 第一点吧 就是得天生有喜感 像我这种跟杨帆哥哥一样 我们本来是可以走偶像性路线的 可是我们满肚子的喜剧细胞 对不对 什么叫我们本来给人家就是走偶像路线的 对 我们是偶像人家就是走偶像路线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要有记性应变能力 没错 喜剧人的应变能力 你看像贾琳她的那个节目喜乐街 包括今年春晚的小品 都是现场的反应 对 像贾琳老师 她现场反应特别强 这一点我是特别值得我学习的 你刚才讲 三点讲了 只讲了两点 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最重要的是 解放天性很重要 这个词我们倒是很熟悉 但是要做得很难 做到 一般的话 就是像很多女孩会觉得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 当然我也有颗爱美之心 可是当你演喜剧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有偶像包袱了 要不然这样 杨帆哥哥你跟我PK一下 比什么 比做鬼脸 因为一般美女都不太愿意做丑化自己的 他还用做鬼脸 就比最丑的表情 对 好 那我们来 那您先 我先来是吧 那每人几个 每人三个 每人三个 你先来 来 最丑的 最丑就这个程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丑就最难看了 我觉得在我面前有点搬门弄死 还是搬门弄死 请自教 好 那我一点点来 第一个表情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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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事不过三 好 第三个 大家听一下我的表演里观察到 准备好了吗 一般 在这不消耗你太多的精力 好 我 其实我这次来到这个舞台 我觉得是要完成我一个小心愿 因为今年我很荣幸的也有参加过今年春晚 语言类小品的彩排 但是因为可能是表现的还不够特别出色 所以在一审的时候被没有通过 可是呢我心里一直有一个 因为央视这个舞台在我心里是很大很大的 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一次机会站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向我的父母证明 还有向自己证明一次 我来过了 我有靠自己的实力 我可以站上来了 完成一个这个路上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 很坚定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属于你 计时开始 芝加哥 大家好 我就是你们的国民女神钟义曼 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支 性感的英文歌 老师音乐 老师 我说的是英文歌 谢谢 有点喜感哦 反转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多 很投入 各位 你今天是招还是不招 皇后娘娘 你就饶了我吧 我对皇屁来说 她只是一个灵啊 是不存在的呀 容默默挑战成功 谢谢 人明明是死 也好不好 来 祝贺伊曼 其实挺难的 是一个小战烧 特别才艺的展示 各种风和的转变 最重要就是最后那一段 就是撒勾写式的表演 放得开是第一位的 没错 真的很多人 如果表演得不到位的话 反而觉得不好 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收获自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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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谢谢 我让你这个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赏声有请 王元阔 欢迎袁阔 下面哥好 姚帆哥好 您好 然后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然后呢 我叫王元阔 目前呢 在武汉大学就读研究生 专业是西方经济学 哦 五大的 大名丁丁五大的 而且是经济学 现在是研究生 对 这几个都学什么呢 研究生 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呢 属于经济学门垒的一个基石 所以说呢 在里面可以研究很多东西 比方说 TFP 在垂直方向的技术进步以后 有什么变化呀 比方说反射没之风 到底有什么 经济学依据呀 等等 其实我知道啊 班哥好像对我们经济学 也是颇有造诣的 你都研究一些什么呀 是 他喜欢 他喜欢攒钱 攒钱 攒钱是我的一个爱好 其实在学术里面 经济 我主要研究的可能是 就更贴近民生 比如说白菜是超市便宜 还是菜股票便宜 白菜 原白菜 小白菜 有什么区别 菜价的幅度 幅度是多大 一个门类 一个门类 差不多 对 都是经济学 它是属于 Komer经济学 这个 其实实践出真知嘛 然后呢 理论也是源于实际的 没错 自己有什么样的理想吗 其实我在平时生活中 就是比较沉稳的一个人 也比较内向 但是呢 就是我在自学的时候 也是比较严谨的那种 但其实我有另一面 然后呢 其实我内心里面 也有一团火 就是我对舞台表演的一个热爱 我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比方说我会自己去研究一些舞台表演的知识 然后呢 就说自己去练习 我经常就骑着很破旧的自行车 在开升 或者说呢 找一个可以反光的地方去练舞蹈 然后呢 有时候 像有时候下了晚自习嘛 大家都走了以后 我会在我们的教学楼里面 洗手间里面练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一个是那里面有镜子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那里面的回响比较好 有混响 还有水声嘛 你的同学知道你的这一面吗 因为我平时比较内向 所以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因为我内心的火 一直没有燃起来 然后这次真的非常感谢 黄金一百秒的导演组能够邀请我 然后呢 给我现场这么多 这么可爱 这么棒的观众 给我这么棒的两个主持人 还给我这么大 这么美的一个舞台 然后呢 我觉得是时候 把我心中的那一团火燃起来了 也希望能够点燃大家 圆阔这种类型 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黄金一百秒的导演组 就是他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学业 但是他自己有梦想 就像他所说的 他心里有团火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 燃烧释放的地方 准备好了吗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你掏兜干嘛呢 我等一下就会知道 请登上黄金舞台 好神秘哦 准备好了吗 圆阔 一百秒属于你 计时 开始 有活力 有活力 周末午夜别破坏 快到苹果的月来 怀疑流浪的小孩 不要在一旁发呆 一起大声呼喊 像寂寞午夜说拜拜 音乐 星光 洋洋都浪漫 烦恼 忧愁 干净活力 让你小伙子 瘦 是我们的舞台 三把美丽成现在 让海水静静飘散 告诉我 What your name 接受着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 Come on 跟着我 紧续扬板 跟着我 不要伤怀 跟着我 散发光彩 照亮天空的阴暗 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 Wow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Wow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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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续扬板 Hey Hey What's your nam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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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you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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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国万纯金9999 领创品牌梦经员 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 第一环节全部结束 根据我们的规则 第一环节 观众支持率 前三名的选手 才能够进入再占100秒 再一次真诚地邀请电视机械的您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 预测正确的话 将会获得精美奖品 前三名 分别是第一名 严小乐 第二名 胡怡春 第三名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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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E-R组合 再次祝贺 迎上三组选手 进入再占100秒 这是一枚由中国万纯金9999 领创品牌梦经员 为今晚唯一那位黄金选手 打造的9999 陈甸甸的 春金奖牌 谁能带上 马上进入再占100秒 好 首先有请严小乐 优优独播放 好 那真的是属于女子武术里面力量型的 非常有力度 动作很潇洒 谢谢小乐 接下来有请吴怡春进入再战一百秒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情感 那嗓音真的很干净啊 难道说还有无缘的歌 还是那久久不得万万眷恋 我盼望一座座山庄 一座座山庄相遍 也要说那可是青藏高原 也要说那就是青藏高原 谢谢医生 接下来有请Sister组合 Zither Harp 梦想的压力也曾对你打好 留起给我你的手拉着快乐一起勾勾 如果感到害怕你也不能发动 I say I'm here 要把它赶走 只要你过 单单的时候 温暖的心让你偷一偷 在我左右 统统的跑掉忧愁 就这样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love you 你永远是我的太阳 给我的温暖 现在最能的 Bling me the Bling me the Bling me the光芒 我永远是你的星光 找我的路 充满了希望 一起Bring me the Bling me the baby 谢谢Sister组合 掌声请出前两位选手 接下来将会迎来我们今晚最后一次投票 我们这次投支持票 请记住 1号 阳小乐 2号 胡怡春 3号 SISPR组合 谁是您心中的黄金选手 请投票 投票 投票 结束 本场的黄金选手就是 1号 页小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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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页小乐 3号 页小乐 带子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10号 页小乐 这一刻让我轻轻张扬 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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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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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金光三 三 两 梦想三 三 两 金光三 三 两 是今次总会发光